神的道路 高過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過人的一年 祂的心裡有藍圖 祂的時間不足 各位觀眾朋友 歡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學的節目 我是蔡麗珍 繼續跟大家介紹教會歷史的專題 那我們也繼續基督論這個題目 基督教第二個核心的信仰 异端通常是在三個基要信仰 三個核心信仰中犯錯誤 所以這是我們信仰中核心的核心 初代有一位教會領袖 我想我已經提過他好多次 我第一次就提他的名字 他名字叫艾仁紐 他是李昂的主教 艾仁紐曾經講過一句很漂亮的話 很多人很喜歡這句話 他的話很簡短 可是意義不凡 意義重大 這句話是說 耶穌在哪一方面沒有成為人 人的那方面就不能夠得救 耶穌在哪一個部分沒有成為人 人的那個部分就沒有獲救 也就是說 耶穌他必須在每一方面都是完完全全的人 是真真實實的人 包括他身體的需要 他的飢渴 他的疲倦 他生理的需要 也包括他感情上 他意志上的表現 都是真真實實人性的表現 耶穌基督在哪一方面沒有成為人 人那一方面就不能夠得救 這句話很漂亮 可是我教書 耶穌這麼多年來 常常被人家挑戰這句話 我記得有一位大專教授 他就挑戰我 他說 耶穌他是男人 他不是女人 所以女人有痛苦有軟弱的時候 向耶穌祷告 耶穌能夠體恤女人的痛苦嗎 比如女人生產的痛苦 耶穌沒有經歷過 那麼人的那個部分 婦女在生產的痛苦上 向耶穌祷告可以得救嗎 那麼以此類推 耶穌他只活了三十年 三十歲 那麼耶穌能不能了解 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的痛苦呢 現在台灣世界各地 都是人口開始老化的時代 那麼耶穌能不能理解 孤單老人的心情呢 他能不能了解 老年痴呆症的痛苦呢 耶穌他是不是必須在 人生的每一個經驗上 都去經歷過 他才能夠體恤那些人的痛苦 他才能夠為那些人代求呢 我覺得愛任牛的那句話 還是承認的 而且很漂亮 他把耶穌人性的完整 完全講得很透徹 到今天我還是認為 那句話是成立的 雖然耶穌不是女人 他沒有經過中年人的危機 他沒有經歷過老年人的 孤單的痛苦 但是一般人通常會有的軟弱 會碰到的試探 耶穌都可以體恤 那我用三方面來解釋 第一方面就是 只要有愛心 就可以有同理心 他就可以體恤 就可以代求 我記得兩千年 公元兩千年 來到台灣演講的 英國皇家的牧師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師 他在各方面都可以去輔導別人 他也是他們教會 婚姻家庭的輔導 可是很少人知道 斯多德牧師 他是單身的 他自己根本沒有經驗過 婚姻的生活 他甚至沒有談過戀愛 那麼他怎麼樣去輔導別人呢 他怎麼知道 人家夫妻吵架的時候的痛苦 我說過了 只要有愛心 他就可以去幫助 那這是我們輔導學上 所說的同理心 好第二個層面 我要解釋的是 耶穌雖然在很多人生經驗上 他沒有走過 可是十字架的痛苦 包含了人間一切痛苦的極致 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的呼喊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耶穌是神 他是上帝的獨生子 上帝被上帝離棄 那是一個很大的奧秘 耶穌不但被自己的父神離棄 也被自己 跟隨自己三年半的學生離棄 那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當耶穌在喊 這個痛苦的呼喊的時候 他離上帝最遙遠 上帝好像隱藏了 上帝好像真的棄绝了他 他離上帝最遙遠 可是他離我們人最靠近 他那句話 那個禱告 那個呼喊 其實是很安慰人心的 耶穌真真實實 用人性 來承受死亡的咒詛跟痛苦 我的神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棄我 十字架上的痛苦 已經包括人間一切痛苦的總和 所以我相信 重視有很多其他的痛苦 耶穌沒有親身經歷過 但是他可以體恤 好 我們第三個層面的解釋是 聖經所用的是代表的方式 就像亞當不需要犯每一個罪 他只要在上帝那一個斬釘截鐵的命令上犯了錯 他已經代替了所有的人類墮落了 聖經用的是代表的方程式 同樣照樣的 耶穌基督不需要在人的每一個軟弱上親自經歷 他已經能夠代替人去體恤那個軟弱 因為十字架的痛苦是一個代表性的痛苦 所以我再次把愛人牛那句漂亮的話送給大家 耶穌基督必須在每一方面 每一個部分完完全全跟我們一樣 這樣我們各方面每一個部分軟弱的時候 我們跟上帝祷告 耶穌都體恤 他都為我們代求 那麼也有人問說 上帝如果是全能的 那麼上帝可以用任何一種方式來拯救人 來為人贖罪 為什麼一定需要完全的上帝成了肉身 也就是說為什麼需要道成肉身 中世紀的時候有一位神學家 他的名字叫做安瑟倫 安瑟 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 為什麼上帝要成為人 為什麼道成肉身 為什麼上帝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來完成救恩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耶穌他非得是真實的人不可 因為這樣他才能夠體恤人的軟弱 他才能夠真實的了解人的痛苦 可是我們也看見在以赛亞書裡面講到 上帝與以色列人同受苦難 上帝可以用他的神性來體恤人的痛苦 但是上帝他願意親自下到人間 他願意道成肉身 我們的神不是高高在上 我們的神不是不問民間疾苦 不食人間煙火 我們的上帝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跟我們一樣一起經歷過試探跟掙扎 這樣我們軟弱的時候 我們失敗的時候 我們比較能夠受安慰 我們也比較福氣 我們不會跟上帝說 反正你是上帝 你怎麼知道人的痛苦 人的軟弱 人的受限制呢 我們人不能不犯罪 就像螞蟻會說 你不成為螞蟻 你怎麼知道熱鍋上螞蟻的痛苦呢 上帝要讓我們福氣 他親自成為人 亞當所失去的戰場 由耶穌基督來替我們迎回來 好 安瑟倫那本書 為什麼上帝要成為人 那他的解釋是這樣 他說 因為人犯罪的時候 嚴重的破壞了上帝的公益聖結 上帝要求人付上昂貴的代價 上帝明明對亞當說 你吃的那日必死 上帝要人付昂貴的代價 可是人付不起 所以上帝親自來替人付暑假 道成肉身就是上帝親自為我們付那個代價 詩篇49篇有講到說 那個暑假太昂貴了 人付不起 我們大概只能夠永遠罷休 但是15節49章15節說 感謝主他收納我們的靈魂 上帝親自為我們付那個暑假 神學家從聖經歸納整理出完整的理由 就是耶穌為什麼必須要成為人 那麼現代的神學家他們整理出的 比初代的神學家更系統更完整 那麼我這裡提供給各位五個聖經的理由 為什麼耶穌必須要成為人 為什麼非得道成肉身才可以完成救恩 有五個解釋 第一個耶穌他成為人 他是代表性的順服 或者是他是順服的代表 第一個人類亞當因為不順服 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 末後的亞當耶穌基督 他因著順服 他為我們成就了救恩 好我們來看羅馬書5章18節到21節 因一次的過犯 眾人都被定罪 照樣 各位留意那個照樣 照樣這個字在這一段聖經 反覆出現 照樣就是意思是代表的 亞當是一個代表 失敗的代表 耶穌也是一個代表 他是成功的代表 照樣因一次的異行 眾人也就被稱異得生命 19節 因一人的悖逆 眾人成為罪人 照樣因一人的順服 眾人也成為異了 21節 罪做王 叫人死 照樣 又是這個字 照樣 恩典也藉著義 做王 叫人 因著我們 主耶穌基督 得永生 所以那是代表性的 耶穌成為順服的代表 好 神 為什麼要成為人 道 為什麼要成為肉身 耶穌為什麼必須要成為人 的第二個理由是 他成為我們的俗家 他成為人類的俗家 就像剛才 安瑟倫所說的 人富不起 上帝來為人富 那麼耶穌基督正是 那個最完全的贖罪基 詩篇49篇15節 只是神 必救贖我的靈魂 脫離陰間的權柄 他必收納我 只有上帝才能夠救贖 人的靈魂 好 耶穌 為什麼必須成為人的第三個理由 他成為人跟神之間唯一的中寶 所謂中寶就是橋梁的意思 Meditator 這位中寶他必須又是神又是人 提摩泰前書二章第五節 只有一位神 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寶 乃是降世為人的耶穌基督 耶穌他成為神跟人中間的橋梁 沒有人能夠到上帝那邊去 除非上帝主動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好 基督為什麼必須成為人的第四個理由 就是完成上帝讓人管理全地的旨意 上帝 上帝創造人本來是要人管理他所創造的全地 包括萬物 本來這是上帝給亞當給人類的使命跟尊容 可惜人失敗了 人不配管理全地 那麽現在由耶穌基督來繼續執行這一個職分 西伯來書第二章第八節說 目前我們尚未看見萬物都服他 就是人 萬物都沒有都服人 我們看到一些凶惡的猛獸 我們都害怕 我們連一隻小小的蚊子 我們都勝不過 然而 西伯來書第二章第八節 耶穌基督已經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第二章第九節 並且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節 並且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了耶穌 以福所述第一章二十二節 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 使他為教會做萬有之手 人類失敗的使命 人類失去的尊容 由耶穌為我們迎回來 耶穌繼續的幫助我們來管理全地 我們今天在教會裡面治理教會 就是將來我們要治理全地的一個先修班 教會治理好以後 將來上帝會把宇宙 會把全地交給人管理 好 基督為什麼必須成為人 道成肉身的第五個理由是 他成為我們生活的榜樣 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六節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 就該照主所說的去行 主耶穌所說的 主耶穌的教訓成為我們今天生活的最高準則 彼得前書第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 你們蒙昭原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教宗行 他被罵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托給那暗公義審判人的主 我們在教會侍奉被人家誤會 我們在外面因著信仰 可能在家庭裡面 你因著信仰被家人辱罵逼迫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要效法耶穌的榜樣 按照他的角宗行 被罵不還口 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如果你當場還口 當場去回罵 你覺得很爽 可是你已經失去了那場 屬靈的戰爭 如果你用人的方式 自己去尋求報復的方式 你已經輸了 我們若能夠忍耐 我們就能夠與基督一同做王 耶穌基督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他在十字架的整個路程上 他忍耐 他寧願承受痛苦 好 希伯來書十二章第二節 耶穌因為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他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難 所以第三節說 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希伯來書的作者 勉勵我們要多多的仰望 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中的耶穌 那麼 耶穌的神性是完全的 他的人性也是完全的 他才能夠成為神跟人中間唯一的中堡 唯一的橋樑 否認耶穌的神性一定是一端 鐵定是一端 如果在耶穌的神性 這個核心信仰上沒有問題的基督教團體 通常也不是一端 他頂多是有一些瑕疵 我們把它定為非主流 像聚會所 像真耶穌教會 否認耶穌的人性也是一端 諾斯底主義就是否認耶穌的人性 他們認為物質是邪惡的 肉體是有限制的 那怎麼可能完全的無限的神 道會取了受限制 會軟弱 會腐朽 會改變的身體呢 所以他們就認為 耶穌基督在世的那三十年 只是長得像人 看起來像人 那個身體是一個幻影 那只是上帝 他借了耶穌這個人的躯壳 那個被瑪利亞所生的耶穌 他只是看起來像人 是一個幻影 那這個是被定為一端的 那我們比較不會在耶穌的神性上犯錯誤 但是正統教會 在教會裡面的核心同工 一些重要同工 反而會在耶穌的人性上 會采取一個比較保留的態度 我們會認為說這樣會比較安全 全能的上帝 怎麼可能取了受限制的人性呢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怎麼可能有七情六欲的試探呢 他們以為把耶穌的人性限制一下 會比較清高 會比較安全 那其實這樣的心態是更加危險的 那個是犯了跟幻影說同樣的錯誤 你知道中世紀的天主教的信徒 為什麼他們崇拜那麼多的聖徒 為什麼他們崇拜聖母瑪利亞嗎 他們就是在耶穌基督之外 又製造了一連串的中堡 那我想這是因為教會的教導有偏頗 教會太強調耶穌基督的神性 而忽略了他的人性 因此我們的信徒在禱告的時候 我們軟弱的時候 比較不感覺上帝體恤我們的痛苦 我們比較不感覺上帝垂聽我們的禱告 耶穌的人性對我們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真實的 我送給大家馬丁路德所講的幾句話 他說耶穌基督受苦的人性 保證了我們救恩的可靠 人生沒有任何的苦難是上帝勝不過的 因為耶穌基督的傷痕是我們最大的保證 是我們最大的安全感 耶穌基督真實的人性 如果你能夠領悟的話 會對我們的人生哲學有實質的影響 天主教的特瑞莎修女特瑞莎 她常常強調耶穌在十字架上臨死的那句話 我渴了 對特瑞莎修女而言 耶穌當時所代表的是古今中外古往今來 全人類所有苦難的人我渴了 所謂渴不僅是生理上的需求 而且也代表了在苦難的時候 最需要的是來自於人類的愛跟關懷 那我們都知道特瑞莎修女 他成立了一百多個為窮人服務的處所 每一個處所都有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像 基督教比較不能接受聖像 天主教的聖像是說他幫助我們去 明思默想耶穌的那些為我們所做的作為 十字架的旁邊會寫著一句話就是 我渴了 耶穌人性一個很真實的表現 我渴了 這是提醒大家 任何一個人在痛苦中 我們就應該在他的身上 看見基督的影子 任何坐在不幸的人身上 就是坐在基督的身上 我們在講基督論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講耶穌基督 他有神性也有人性 他是真真實實的神 他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那這個當然是比較抽象的一個理念 那但是一定要教導 因為他涉及正統的信仰跟异端的錯誤 如果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也可以講比較容易懂的 比較具體的耶穌的職分跟工作 神學家家文把耶穌的職分跟工作分成三個 耶穌是先知 是君王 是祭司 如果按照耶穌的神性來說 他是高升的先知 他是高升的君王 他也是高升的祭司 如果按照耶穌的人性說 他是降卑的先知 他是降卑的君王 他也是降卑的祭司 所謂先知就是他代表上帝 向人宣講上帝的旨意 包括解釋上帝的話語 耶穌道成肉身的時候 他是降卑的先知 他向人傳講天國的福音 他向門徒講天國的奧秘 但是這位先知 在自己的家鄉卻不被尊重 好 復活生天的耶穌 他是高升的先知 在以馬五斯的路上 耶穌向門徒傳講旧約 解釋旧約 復活生天的耶穌 現在藉著聖靈 繼續向我們說話 繼續向我們 拆遣我們 去向萬國 傳講天國的福音 我們今天也在 扮演先知的職份 好 耶穌也是君王 他是降卑的君王 瑪利亞剛剛懷孕的時候 天使 向他顯現說 主神 要把他 主大位的 位 給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耶穌 他是降卑的君王 他是騎著旅居 和和平平進大京城的君王 耶穌說 我若是靠神的能力趕鬼 就是神的國領到 他把神的國帶來了 他是降卑的君王 復活上天的耶穌 他是高升的君王 他今天 借著教會 在征戰 借著教會 他用福音 征服世界 那是一個和平的君王 他將來 還要來審判世界 耶穌將來 要把國度 交回給父神 他是高升的君王 好 我們現在來看 耶穌最後一個職份 他是 降卑的祭司 按照他的人性說 他成為戴罪的羔羊 旧約是用動物的羔羊來獻祭 可是耶穌他親自成為戴罪的羔羊 以赛亞書53章 是以赛亞是旧約啟示的最高潮 那個贖罪的動物親自成為人 是一個人格化的贖罪祭 使我們跟上帝和好 因為人類無能為力 必須要有一位 又是上帝 又是人的中保 才有資格為我們贖罪 好 耶穌他也是高升的祭司 按照西伯來書說 他按著麥基喜德的等次 永遠為祭司 他如今在寶座的右邊 為我們代求 感謝主 他是我們的君王 我們的祭司 我們的先知 今天他也拆遣我們每位基督徒 我們也是先知 我們也是君王 我們也是祭司 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我們今天的基督論講解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會 他的時間不做物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帶領你前途 一步一步 帶領你前途